詞曲 李宗呼 劉文貴 雨 Ore 小天誰 恩恩默葉何時綵 因惡魂 黃昏經萬霞 獨心無千光 太瀟灑 无闻世间仇恨残忽畅 江湖一句话 心得真心无法 一人风都偏偏出去流向灰光山中悠悠凉 晚风吹潮入海浪 来啊来啊哭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走 狂吟刀割双快唱 狂吟刀割双快唱 划下风流花一花不想 不在意的伤 狂吟刀割双快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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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你在这干什么 这么晚你穿着乌骑马海的衣服去做贼 是啊 让开 带我去做贼 狂狂傻傻的就别想去做贼 亏得我良心好 要是换成别人早一拳打死你 我还留你的命呢 哎呀 这是薛家剑法 谁下那种 不是我 不过二伯 不管是谁杀了他 总之他死在薛家的剑下是他最有应得 你说什么 薛庄主 有件奇怪的事就是 蓝田玉石不见了 难道你们薛家庄的人也会打蓝田玉石的主意吗 你别借口坏人 我说的是事实 司空摘星的确死在薛家剑法之下 而蓝田玉石也的确不见了 爹 爹 司空姑娘 如果你认为因为我 而使你爹死于薛家庄的话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只有一命赔一命 薛冰 把这把剑交给司空姑娘 我 交 我 本来就是我们的错 这个仇如何去报我 而且 父女的始终是我 谁欠了谁 心也不敢糊涂 刚才多谢你手下留钱 爹 你常常对我说 你少年时的梦想 就是摘下天上的一颗心 后来你剩下了我 你说你已经摘到了 而且是最大最漂亮的一颗 是现在你都跌上了吗 是现在你都跌上了吗 跌上还有很多星星 你可以慢慢摘 不要心急 如果摘到了另外一颗 又大 又漂亮 既然留给我 我会在梦中等你 如果你年纪大了 力气不够 那就不要辛苦 看着你把自己也变成一颗星星 让我每晚都可以见到你 好 司空前辈 你更好了 不但是栽星 自己还变成了星星 结果 留下一颗星由我来照顾 答应我 好好照顾我姐姐 不要想让我失去唯一的亲人 中原连唯一的一颗蓝田玉石都没有了 我们该怎么办 蓝田玉石原产于安南国 也许 也许 安南国有 楚达哥 我们就到安南一趟吧 一来可以碰碰运气 找一下蓝田玉石 二来可以查探一下你的身世 我们在哪 你说呢 好 我这就是准备一下 你在这里陪星儿 到底是谁偷了蓝田玉石 不管是谁 偷蓝田玉石这笔账 就由薛义人来算 薛家剑法 明镇天下 左边一剑 右边一剑 杀的那些武林混蛋全丧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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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哼 哼哼 哇 噢 етров 哇 骆哼 哼 呸 哼 你这招真厉害 怎么 你没事吧 弟弟 你这招真厉害 你教我 时间不早了 先休息吧 明天再教你好不好 好 主公子 不好了 发现什么事了 那些船工死活都不肯上船 为什么 他们说在海上经常漂流着一些没人的船只 那些船员们被海盗杀了以后推进海里 那些驱死的汪魂要在过往的船上找替身 所以叫汪魂海 大家听好 我们的船要开往安南 马上就要出发 酬金是正常的三倍 想赚钱的就快点过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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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吧 那可真好赚 赚金星会如何 当然可以 我看你了 要当船员吗 能 能 走 走 女的成不成 这些船员胆子也太小了 世界上哪里没死过人 按他们说的话 那么到处都是亡魂山 亡魂路 亡魂房子 亡魂客厂 亡魂马 哪来的亡魂马 亡魂马就是人骑在马上被杀了 亡魂留在马上就是亡魂马 胡说八道 要是吃蹄膀噎死了 那就叫亡魂蹄膀 不对 他是坐着吃的 所以是亡魂椅子 怎么说你都有理 星儿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在想 辛勤的四个人当中 那个青红的武功最高 可惜他受了重伤 那个常常笑呵呵的人 看他的手不是用刀 就是用剑 其余两个 都是一身横练外功 不是又冲着你来的吧 为什么是我不是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经常平白无辜被人追杀 说的也是 我的仇家会不会太多了 他们四个是不是相约来的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全然不放在心上 让我们两个干着急 要是真的有人派他们来杀我的话 也太看不起我储留箱了吧 没什么好担心的 再说这江湖中人各怀木地上路 碰巧遇到一起 这是长久的事情 有什么好担心 吃吧 为了以防万一 入夜以后我去巡查一下 不用吧 你的武功可以 我的不可以 我是为自己担心 好 随便你 你在干嘛 找哪一颗是属于你爹的星星是不是 不过还没找到呢 你看那边那颗 一闪一闪的 像不像他在对你笑 一点都不像 我看像你多一点 我人还没死怎么会在上面 你怎么一点都不顾忌 还在我面前提死字 我本来是有点顾忌 可是我看你生龙活虎的 我就不担心了 当然不用担心了 你的担心 留给蓉蓉吧 怎么换你这么没有顾忌 居然在我的面前提蓉蓉 你知道吗 你爹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你爹最厉害的地方 他近些姓氏异症呢 没错 他真的很厉害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一转眼 他就忘了一干二净了 他这个功夫传授给你们 你说呢 应该练得还不错 可是还没炉火纯青 那你已经炉火纯青了吗 这个当然了 我快得到升天了 我刚才说什么 我全忘了 怎么办 忘了就算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说不定你爹已经在天上呼呼大睡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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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先让它开心 好 嗯 我咋了 特别 org 他都归饭了 黑山 你的公主 好 嗯 就是什么 这 crosrob 这凶八八的中年汉大汉的声音这么响 一点都不像武林人士 半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 看来真像楚达哥所说的都是凑巧来的而已 谁啊 不会是到了亡魂海了吧 明明甲板上没有水 会不会是水鬼 不能再想了 不能再想了 没事了 那些走的船员太讨厌了 替什么亡魂海亡魂海的 害我现在这样 你干嘛就要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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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见鬼了 你肯定是鬼吗 而且还是一个女鬼 只有上半身在这里飘来飘去的 好恐怖 你少在这里谣言获咒 弄得大伙急心吊胆的 怎么干活 我是说给我自己听 我又没有说给你听 你干嘛在这里偷听 偷听 你再说 你想怎么样 再说 有话好好说 干嘛动手动脚的 是不是 这船真是藏龙卧虎 有趣 我看是卧鬼藏魂 这船上的女鬼定是给些爱出风头的坏男人给骗了 要来报仇的 搞不好是要找那些爱忍侨热讽的女人也不应该 好了 大家休息吧 就在那里 我真的亲眼看到 竟敢惹到老虎头上来 除大哥就这么一抹 就能要了他的命 你是想着女鬼的事吗 要是真的有女鬼 我还真想见他一面 你胆子那么大 如果真的是女鬼的话 那可就不好玩了 不 这个女鬼可能关于楚大哥的身世 有可能是当年跟楚大哥乘船来中原时 在船上被杀的其中一个人 但是 你就不怕吗 怕什么 那个女鬼说了 可要找一个爱出风头 爱说谎话的那一种坏男人来笑 说什么 第一 我不骗人 第二 我败出风头 第三 我不是坏男人 但是我倒是觉得样样都是他的写照 别乱说话 小丫头 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吧 嗯 怎么了 鸡子养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 整夜都睡不着 眼睁睁的到天亮 还在想那女鬼的事啊 想到那个女鬼就害怕 本来想找你一起睡 又怕打扰你 怕什么 我也没睡啊 你是想起灾心前辈了 你不要难过嘛 人总是会有一死 不是伤心 只是挂念罢了 来啊 就借我的肩膀给你哭一场 哭完了就没事了 你笑什么 女人的肩膀不好哭吗 那我找楚大哥的借你哭 他不会借的 因为他知道我用不到 你干嘛摸鼻子 没有啊 只是觉得他这个动作很有趣 学着玩 什么有趣啊 是很碍眼 很丑才对 楚大哥这个习惯真怪 他一定是觉得他鼻子很美 所以他老是摸着 他摸鼻子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别人的事我也不好讲 你自己去问他 好困 我要再睡一觉 你不要叫我起来吃早饭了 不用叫我起来吃早饭了 天儿那个傻丫头也真是的 鬼有什么可怕的 有时候人比鬼还可怕呢 你别的提什么鬼的了 挺得引起其他人的奎荒 好吧 你昨晚这么露了一手 他们都怕了你了 我就是要他们怕我 有所顾忌的话 他们都不敢乱来了 救命 救命 听到没有 救命 有人喊救命 怎么回事 救命 快给他们救上来 是 对不起 天儿姑娘 看你很累的样子 还要你特地来为我医治 没关系 谁叫我懂得一点医术 上官兄 你刚才说在海上遇到了强盗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他们大概早就被海盗杀了 只有我还有何大叔能够逃过这一劫 你又不懂的武功 怎么能够躲掉海盗追杀呢 是这样的 年轻的时候 家父曾强迫我练过两名少林拳 幸好我会继续武功才保住性命 可惜 我救不了其他船员 怪不得 看你的肌肉 有习武之行 却无习武之实 忍着痛 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脱臼而已 现在好了 不知上官兄要去哪里 说不定我们可以先送你去 本来我们打算去安南 去那里找做生意的家父 但是路途太远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正好 我们也要去安南 顺便送你 那再好不过了 那么我先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别客气了 时候不早了该吃早饭了 我们先来喝一杯再说 好 楚兄 恭敬不如从命 请 请 甜儿杯酒 是 什么事 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 很厉害的毒 这倒是什么门派的吗 好像是很多毒混在一起 渔门谋派 却是渐血封喉的毒 听说这些食物本来是要给我们吃的 后来让这位兄弟给他吃了 真对不起啊兄弟 你当我们替死鬼了 什么 不对啊 什么不对 我觉得不对劲 甜儿 你警察下所有的粮食跟水 有没有被下毒 嗯 全都被下了毒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用的毒这么猛烈 我们很轻易就察觉到了 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毒死我们 而且要让我们没水没凉 那我们马上回航 反正在出发两天 还耐得住 那我这就去找慕容酒 好 刚好 我们打算要回航 回不了航了 船都被人破坏了 怎么办 我想想 叫所有人到大丁集合 是 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计划 叫他们集合 只是想问问他们 谁是凶手 各位 船上发生了重大事件 我身为千山渡的主人 先向大家道歉 有什么话直说出来 别打弯子 你这没打岔 不是绕更多弯子了吗 你 来 怎么样 我们有位船员中毒死了 我想在座各位有不少已经知道消息了 更严重的是 我们船上的水跟粮食也被下了毒 这个容易 那我们马上回航好了 办不到 因为我们的船舵被破坏了 需要三天才能修复 三天加上回航的时间根本挨不过 全船的人都得死 是王魂 海里的王魂 什么王魂海 只要大家保持冷静 不要随便花费力气 一定能保住性命的 但是究竟是何人下的毒 若不能及时查出真相 我等众人 岂不随时有性命之忧 没错 这就是召集各位来这里的原因之一 下毒的人一定在我们大厅之中 这是不容置疑的 看什么看 你怀疑我是不是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四个人的嫌疑确实最大 不是我自己 就是你们三个 我要下毒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好了 各位不要动气了 诚然是我对四位的怀疑 因为你们都身怀武功 但是又不知道来历 请四位说出此行的目的 以避嫌疑 这么好下去也不是办法 那就由我先说 我是江南神剑山庄的不孝弟子胡一孝 说来自己的目的不太光彩 乃是由于小弟偷看了山庄的神剑秘籍而被拿住 逐出世门 先遇到安南去隐姓埋名 原来是个叛徒 神剑山庄的天剑秘籍在下早有兴趣 没想到被阁下截足先登了 哈哈哈哈 见笑 事已至此 我也不便隐瞒了 我是庄家镖局的庄烈 他是我的徒弟雷公 我们是受人之托 鸭镖道安南 事关重大 我们不得不一桩而行 我赵青红无门无派 武功不过杂学而来 在路上我杀了一个欺弱富儒的土豪恶霸 给追杀至此 多谢各位如此坦白 对大家多了解一点疑心就会少一点 各位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三天转眼极致 希望大家能够守望相助 山外兄跟何大叔 你们也去休息吧 好 楚兄 那就先行告退 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 但是你是什么人 我们还猛在鼓里 谁知道你是不是杀我们的人 连楚留乡的名号都不知道 怎么在江湖上混 原来是盗帅楚留乡 怪不得武功如此了得 失敬 出其武艺何足挂齿 既然楚兄主持大局 我们就放心了 希望楚兄早日弃拿真凶 是 这两个人应该是最不可疑的 因为从他们上船 到我们发现毒物 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 以上根公子的手来看 他习武的日子相当短 而且痛觉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是假装的 而这个何大叔 他更是完全不会武功的样子 这四个人当中 一照清红说的话最不敬不时 即使是无门无派 也应该说出师尊的头衔 我觉得他刻意隐瞒些什么 不 在江湖上行走 不说出师尘何处是常有的事情 并不奇怪 倒是庄家标局的庄烈和雷公 如果两个人压的是中标 但两个人会不会太少了一点 虽然不寻常 但为了掩人耳目也无不可啊 我觉得这个胡一笑非常可疑 说什么天见秘籍 据我所知 天见秘籍早已经被盗 不知所终了 如果要逐他出师门 用计陷害他也是有可能的 对了 婷儿 婷儿 想什么 肚子好饿好困 什么事 我问你 你说我们被吓的毒是由各门各派混合而成的事吗 对 但只要用其中的一种毒 就能杀死我们的船上所有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 既然单用一种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混合其他不同门派的 扰乱视听 不 不是扰乱视听 因为要是这么做的话 用其他门派的毒就可以嫁祸给其他人了 这是不懂使毒的人的做法 不了解每一种毒的特性 所以觉得全部混在一起就忘了一失了 既不懂使毒 跟我们对抗又怕打不过我们 所以只好这么做 让我们没水没凉 三天之后 等我们都筋疲力竭了 他们这才出手 看来对方比我们更茫然呢 对了 我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我撞见女鬼的那天晚上 我发现甲板上有一滩水 所以我觉得 对方是那一夜从海上来 船上下毒的 那这么说来 上官人跟何大叔也是有嫌疑的 还有一个问题 前人所遇到的女鬼 和下毒的那件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还是有重大关联的呢 我在想 要是下毒的人跟我们一样 处于没水没浪的环境当中 他也讨不了好处啊 他一定是把粮食跟水给藏起来了 我也是这么想 他们计划一定很详细 心思也非常细 否则我们搜遍船舱 为什么找不到呢 今天晚上乌鱼密布 我爹出不来 怪不得保护不了我们了 你放心 你爹神通广大 这点乌鱼算得了什么 他一定会保佑你的 你知道那一天 天天说叫我借你的肩膀用一用 是吗 干嘛 你想哭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这么说 意思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我不是了解你 我是了解我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所有的心事都往自己的怀里去 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总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 其实有些事情 虽然可以自己解决 但是说出来 心里还是会好过一点 可是既然自己能解决 干嘛说出来给人家知道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是从海里面来的 他大可以从海鲜离去 等到我们筋疲力竭之后 他再来袭啊 我也是这么想 正如同你所说的 他们早晚一定会混上船来 看看下毒是否成功 你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啊 是苦恼的样子吗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习惯 我先进去休息了 你没事吧 有鬼 有鬼 怎么是 有鬼 我见到鬼了 是那个只有上半身的女鬼吗 只有半身 刚才我看了在那个位置 我真的见到鬼了 真的是鬼 这你谁搞的鬼 快站出来 这么多人 算什么好汉 你就这么吵吗 这么吵对方就快出来了吗 这会加好你的死亡 是你 你这个神剑派的叛徒 你武功还没学会 专门学会下毒 你还专下迷回药 但吃了出现幻觉 没错 就是你 放手 你叫我叛徒 你就是叛徒 别吵了 这又是毒药又是鬼怪的 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上官兄 本来想帮助你的 没想到变成这样 实在很抱歉 楚兄 这岂能怪你 要怪 只能怪我命中 必由此结束 我雷公最讨厌的就是武功不济 还老喜欢使下贪乱的一帮人了 呸 就能现眼 哈哈 你是说我吗 你还没跟我打过 怎么就知道我武功不济呢 咋就打 你不成 少生事短 走 嘿 你呀 从今天起 你我轮流守着门外 你先手上半夜 不许闹事 是 师父 走 又死人 又有鬼 又没有吃的 又没有喝的 我们这样怎么撑得下去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 说是蒙鬼把胡一笑给杀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大家不死都先疯 也难怪 你看胡一笑死的时候 脸上一点震怡的表情都没有 这就证明 他还没察觉的时候就被杀了 可是呢 匕首所刺的角度和伤口的大小来看 凶手的武功一点都不高 这么说来 除了是猛鬼移到胡一笑后面 胡乱的刺了他一刀之外 就没有其他可能了吗 我想 我也可以做到这样 你这么说根本就不合理嘛 就算你可以无声息的移到胡一笑后面去 你会刺出一个这么笨的伤口吗 对不起 我们不能再等了 再等两天大家精疲力竭 没有斗志的时候 就只有等死的份了 那楚大哥你有办法吗 什么 要弃船 没错 大家回去整理行李 一个时辰之后再加班上集合 我们乘上官兄逃生而来的小船离去 你是不是疯了 这么一条小船哪做得了这么多人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返回中原 大家先静一下 我们的如玉算盘是像上官人一样 遇上其他船只把我们救起 这是我们能想到唯一的办法 这不可能 如果小船中其中一个人是杀手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逃走的机会了 那你以为留在千山渡上就可以逃得了命吗 那总理在小船里也好 你还天真的以为是什么杀手 胡一笑的死 不是告诉我们根本就是船上的恶鬼所为吗 对 赵姑娘说的对 为了避免船上有更多的人被恶鬼所害 还是弃船来的安全 想不到堂堂的道帅 倒相信鬼怪之谈 我错看你了 要走 你尽管夹着尾巴走好了 我们专家表局出来不出这样的懦夫 楚刘湘 你根本就想自己逃命 而不顾我们死活 是不是 怪不得胡一笑这么轻易就被你杀了 原来你是个轻功了得的家伙 能够不声不响移到他身后去 怪不得胡一笑的伤口这么模糊 原来是一个只顾学轻功手上的武艺却低劣的可怜的人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找到下毒的凶手了 原是你 害得我们整船人不得爱你 我打死 别多事 少官兄 你不单是轻功了得 水上功夫也不错 不然 怎么能乘着黑夜摸上船来下毒之后再潜回海里 第二天还假装遇险求救 你大概也想到 弃船之说 不过是引蛇出动之际 逼不得已 你只有试着把小船破坏 因为你本来把粮食藏在千山堆的抹处 可是到小船之上无处可藏 到时候大家没水没粮 你也没有好处啊 你说 为什么要杀胡一笑 是啊 我想你一定是上船之后才知道船上闹鬼的事了 于是你就顺水推舟 在木柔九看到女鬼之后呢 就随意杀了一个人 让大家更加恐慌 这样子你做事才更有把握 我说的对不对 既然你们全都知道 那还要问什么 来吧 上官兄 你只是轻功了的 在大家有防备的情况下 你可能连铁儿都打不过 还是请你的朋友出来吧 不会吧 一个脏脖子 要把自己的功夫隐藏起来不露痕迹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请问大叔您的真实姓名吧 你马上就要征服黄泉 知道又怎么用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强得很 最起码你要告诉我杀我的目的是什么 免得我到阎王面前无言以对 明天清明到你坟前告诉你 这么说千山渡真的有鬼 就算有鬼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只懂现身又不会害人 也有可能是叫你绅士的女人 女鬼 女鬼 你要是知道楚大哥的身世 你就告诉他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你就骗一些吃的和水出来 让我们冲冲鸡 因为我们真的很饿很渴 谢谢你 叫你不要说了 你不说 我早就忘了 你这么一说 我全身都倦了 你这个小丫头真是烦人 就算真的有鬼也被你吓跑了 你们才烦人 天哪 我真是向新人祈求 好心美好抱 你们看 有鬼 就是他 怎么办 有鬼 楚大哥 好美 不是鬼 是神仙 听闻东营有名巧匠 制成一种特质的镜子 当光线 从一个特定角度射入的身体 当光线的时候 他就能折射出隐藏在镜子里面的画像 可是我们在这千山渡上也够久了 他出现的次数也很少 因为我们一直在航行 不同的地方 太阳和月亮的角度不同 所以才造成了镜子里的女鬼实影实现 他真的不是神仙吗 但真的好像神仙 他就会那些鬼 终于又再次出发了 终于都再次出发了 刚才吃饱了吗 我在渡头吃了三个人的份量 我现在饱得想渡呢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能就死在這青山渡上 我沒有 這麼樂觀 我不是樂觀 是因為你告訴過我 對方比我們更茫然 如果我們自亂陣腳的話 那我們就輸定了 怪不得我當陌生道帥了 我就曾經想過 真討厭 我竟然要死在大海的中央 死就死 死在哪有什麼區別嗎 當然有分別 就是死在海中央 海這麼變幻莫測 我覺得連當鬼都沒有安全感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希望可以選擇死在沙漠 反正沙漠就是這樣 滿黃沙一片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之後 不還是老樣子 司空摘線已經夠怪了 是那個女兒還清出於藍 你會選擇 你知道嗎 我曾經很生你的氣 你有嗎 我怎麼不知道 少來了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是說 上次我跟你講 自己能解決的事 用不著告訴別人這件事嗎 那時候我都想告訴你 那時候我都想告訴你 我對我爹有多麼掛念 我都想和他再說一句話 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所有的心事都往懷裡塞 可是塞久了 只要把一些用不著的給丟掉吧 你還記得宋西湖嗎 她是我生命裡最愛的一個女人 可是她走了之後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只留下我心中的傷痛 我真的不願意就這樣失去她 可是事實是無法改變 最後 我決定把所有的氣味都趕走 從那時候之後 我鼻中所聞的 就只有她身上的味道 感覺起來 就像她永遠沒有離開過我一樣 是不是很笨 是不是很笨 不過也很動人 告訴你 千萬別把這種事情隨便告訴你孩子 你說的這麼深情 很容易讓人家愛上你的 你不會愛上我了吧 你想太多了 幸好我苦練多年定力十足 才沒有中福 也到處走 也到處走 我們到處走 我也要走 好 你走 我們要走 你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起来 站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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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